哈喽,大家好,我是永哥 今天 拿出了我正常已久的鱼杆 一年时间没钓了 应该是爸爸的武器 爸爸的武器,对 那个罗叔陪我从台州回来也有几天了 之前跟他说了嘛 钓一条草鱼给他吃 感谢他一下 这几天下大雨一直没去钓 今天还好一点了 没怎么下了 去 去把这个跟他说过的话兑现一下 然后 昨天那个桂小奶奶跟子姨摸摸摸摸 不是也给了一个糖子带给我嘛 然后给钱他们又不要 所以再多钓一下 然后 他们说他们吃不了多少 就 两个人分一条草鱼吧 去年那个糖里面我爸放了几百斤草鱼苗 然后去年糖也没干 看今年年初又放了几百斤 今天去试一下 看能不能钓到大的 爸爸 我最近下午逃小孩 我发现一颗刺 你发现一颗刺 你发现一颗刺啊 嗯 纸刺 拿轩 你帮爸爸拿这个 好不好 好呀 弄鱼的 然后贝贝帮爸爸拿这个好不好 这个他太重了 太重了呀 给他点打招呼 叔叔阿姨给我打个招呼 熏熏的 别人的好 叔叔阿姨好 哥哥姐姐好 弟弟弟好 看这装备还挺齐全的 爸爸 这都是那个小北的那个 爸爸 你说 罗医生在烙方的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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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梗过不去了是吧 在你这里 太重了 这是小北那个粉丝朋友 好嘞 你别打扰爸爸了 有礼貌一点行不行 好啊 这是小北那个粉丝朋友 那个奇哥寄给我的 你这又没地息了 你这又没地息了 走了 你又疼懒了 装备齐全 希望半个小时 只得尽上两下大鱼 杨先生 就在这里了 杨先生 把这个给它吧 好 看 这是从伯伯手里 哄过来的一点蹄子 今天买了一点蹄子给他们吃 为了哄这点蹄子 我毛足得劲啊 这是葡萄 蹄子 然后就弄了点面包 就是那个包子 街上买的包子 这个还是去年钓过的 就没动过了 今年这是第一缸啊 来吃一下水生 嗯 爸爸加油 那必须的 啊 好可以 这旁边水怎么那么切 这个蹄子 钓草鱼的话 把这个 要剥点皮 这样好 散那个味道出去一点 爸爸加油 今天气温不高 还不知道能不能钓得到 应该是没问题的 爸爸 对 好了 先生 去到那里 好 在那边钓了十几分钟 动都不动一下 一下想起来 我爸打草是打这边了 去年是在那边放鱼草 今天在这边放鱼草 所以鱼肯定都在这边 我就到这边来钓 有 这里觉得会有大鱼的 会有吧 一定会有的 你那个乌鸦嘴你别说话 乌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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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到这边来 就开始有鱼咬沟了 在那边十几分钟 动了不动一下 看来还是在这边打草的效果 应该不出问题 半个小时吧 两条 去年反正 热天的时候 十分钟 两条 看来这气温低 用蹄子不行啊 爸爸 本来差点要钓到了 你怎么上钩了 什么我 我怎么上钩了 用面包来试一下 用这个包子来试一下 气温低的蹄子 咬两口它就不吃了 是不是太大颗了 好了吗 钓鱼要有点耐心 知道吗 别那么着急 我跟五娃鸦一起钓到了没有 哦 哦 爸爸老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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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还没钓到 还没钓到 破够了 爸爸正常了 什么叫真场 能不能有句好话 你们两个能不能有句好话 啊 从我开始来钓鱼 你妹妹就说我钓不到 你现在也来这样子 啊 没钓到这儿好惨 今天有这两行为在这里 钓不到鱼 情味可言 刚来吧 贝贝就说 爸爸 钓不到怎么办 然后 这钓着钓着嘛 罗先生又来一句 爸爸好惨啊 想不想吃鱼了 哈哈 钓了一个小时的 这鱼也不少啊 我看这样 怎么就没鱼咬钩了 难道罗师傅他们没口符 还是我爸今天早上把草打多了 再钓半个多小时 如果还钓不到就不钓了 今年不知道怎么鬼 去年十分钟就能上一条 今年都一个小时了 一条都没上 鱼啊鱼啊快点来呀 面包不比炒好吃吗 别炒死了 終于钓到一条了 哎呀 把草放了 不过了 我这家可以 过来 我会让你跑来的 哎呦 哎呦 先丢一下他 不容易啊搞这一条啊 熟了这么久了 我这里还蛮大 过来 过来 别批别批过来 过来 过来 哎呦 来 没地的吧 没地的吧 你现在没地的吧 进来吧 哎呦 这一年没钓鱼 这草鱼也不行了 哎呦 嗯 这条应该有个 四五斤 还可以哦 再钓一条 拿 鱼户 嗯 放这里 哇 吃这么深 这条还蛮大的 看 这条应该有个四斤半 嗯 五斤应该差不多 应该没有五斤 进去吧 哇 还是一个锅子装面包 一个锅子装那个 红蹄 这个蹄子都被我吃完了 你看 坐了一个小时吃的还剩两颗 嘿嘿 贝贝都坐了小时一觉 刚刚把他送回去了 然后熙熙也回去了 那两个家伙开手了半个多小时 看不上鱼就回去了 一点耐心都没有 贝贝直接 坐着坐着往后咬了 还好我手快 不然就一下钓铁里了 嗯 接着来吧 再来一条 刚刚钓了那条鱼 钓鱼的时候 应该把那个鱼给金了 那里 现在不动了 放到这边来 嗯 嗯 快点来啊 再来一条就可以了 看在这里等个半个小时 看怎么样 能不能搞一条 因为年初我爸又放了几百斤 那个草鱼苗进去 去年因为到年底没干嘛 是干的小北那个 所以里面应该还有三四十条大草鱼的 哦 好 第二条太大了 看 线也断了 钩子也掉了 浮标呢 我得找浮标去 我跟他浮标 我也得找到他 主线断了 五号主线直接断了 这条都有多大 找到了 找到了 朋友们看 在那里 浮标还在那里动 说明鱼还在那里 我跳下去抓 我现在要下糖了啊 朋友们 看能把我五号主线扯断了 我看这里鱼有多大 哦 有点冷 哎呦 算了直接这样来吧 弄湿的回去再换 你看浮标还在动 还在动 哦 别跑 哇哦哦哦 把浮标扯下去了 我看一下在哪里啊 哦哦有点冰啊 你快点上来啊 接着跑了啊 好冷啊 围着糖转了两圈 反正 刚准备要抓到它吧 它就沉下去了 因为这个糖中间蛮深的 这条鱼估计最起码应该有10斤以上 不然这根杆子的主线不可能断的 去年钓了一条10斤的 那个主线都没断 在小白糖里面 反正这一下暂时也抓不到了 最起码钓了一条了 先把这一条拿回去 我要去洗个澡了 哦哦好冷 不然等下感冒了 就不常事了 先把这一条拿回去 这条先给 林伯伯他们吧 然后 那一条搞上来 等下晚一点我洗完澡 我就穿掉那个鱼裤来 穿了鱼裤来把它看能不能弄上来 反正只要那个浮漂在上面 我就不怕弄不到它 没想到第二条鱼出岔子 这个岔子出的一点大呀 打得湿深了 下半身全部都湿了 刚刚去换裤子去了 然后把这个鱼放在河里面 哇还有一只小龙虾 就把这个草鱼放在河里面 放一下就 搞自己要弄一下上来 在里面吧 小姐姐 哎 过来过来 那边拿个50斤多 这样你破锅 破锅跟子依宝宝每个一百哈 你这个大那个给来的 给他一五斤几来 这个再一五斤 嗯 你安排不上鱼 你安排不上鱼 妈妈你脱一下哈 好好好 不用 来 这条鱼就先给 桂香奶奶跟子依宝宝来 然后那条鱼我使用得把它搞上来 搞上来之后就给罗斯依宝送过去 今天罗斯依宝暂时没口服了 那条鱼搞上来的话 罗斯依宝的口服就好 就更大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晚上我就去把它搞上来 嗯 那个雨有多大 明天的视频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除非没抓到 新增了拜拜